哈喽大家好,我是小李曲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道非常家常 简单健康的盐酥鸡的做法 而且是空气炸锅少油版的哟 首先我们要准备鸡大腿肉 就是这个chicken thigh 这个部位肉多而且瘦 非常的鲜美 我们首先把鸡大腿肉切成小粒状的 多大的粒我来做一个演示 切成这样的条 然后再切成一小块 一小块的 大概就是这样大小一块的肉 做盐酥鸡炸出来的这个口感最好 外酥里嫩 而且一块大小呢刚刚好 把准备好的鸡大腿肉 全部都切成这样的小块状之后呢 我们就开始最重要的一步 最最重要的一步就是腌制 可以说我觉得盐酥鸡味道美不美 口感好不好 腌制这一步占了80%的重要性 首先我们倒入生抽蚝油 撒一些白胡椒粉去腥 同时呢再撒上一些花椒粉提香 另外呢我还加了一点点蒜粉 这个你可以加也可以不加 有一点蒜的口感我觉得很香啊 另外要加五香粉 这个是必须要加的 这些调味料都放好了之后呢 我们要给它做一个充分的马刹鸡 一定要这样有耐心的不断的揉啊 让把这个调料的味道啊香味啊 都揉到这个肉里面 让它充分的吸收 这一步呢不偷懒呢 能让你腌制的时间呢 稍微节约一些 当天吃的话就一定要多揉一会儿 另外呢 这儿有一个秘诀就是一定要放一块豆腐乳 如果没有的话 倒一些这个腐乳的汁也是可以的啊 如果家里吃剩的这个豆腐乳的这个汁 可以留下来 腌这个盐酥鸡特别特别棒 非常的提味 而且还上色 我们全部都抓好了之后呢 再加上一勺淀粉 方便之后一会儿呢 这个肉啊更加的嫩滑 而且呢 黏这个番薯的淀粉也更容易上浆 那么另外呢 如果你想让肉更嫩 并不想放淀粉 你也可以选择放一些鸡蛋清 那么最关键的一步 盐酥鸡表面啊 裹的不是面糊 是这个番薯粉 这是专门买的做台湾盐酥鸡的番薯粉 就长这样 颗粒呢 相对比较大一些 炸出来口感非常好 我们取一些番薯粉 然后把刚才腌制了 至少 至少要腌制半个小时以上的这个鸡块 在这个番薯粉里面 滚一滚 让它们每一块都均匀的沾上番薯粉 每一块鸡块都裹好之后呢 我们就开始上锅炸了 首先呢 我要说的是 做的是低油版的 绝对不会用你半锅油来炸盐酥鸡 你看 我就到了比平时炒菜油量二倍的这样一个油量啊 来炸整整一大盆的这个盐酥鸡 秘诀就是偏头我刚才说了 我们要有空气炸锅炸法 哎那有人说了 你怎么不直接放空气炸锅里呢 经过我的实验那样的效果呢 肌肉比较柴 效果不好 我们用一点点的油 先在锅里面过过油 让它正反面的这个番薯粉啊 都跟油充分的接触 变得稍微焦黄 但是中间还没有熟透的时候呢 我们就把它挪到空气炸锅当中 再进行炸 哎很多人说 那你这不是多此一举吗 并不是啊 首先这样呢 我们比较省油 而且呢 空气炸锅在炸制的过程当中啊 还会把刚才已经吸到的油啊 再渗出来漏下去 整个最后出来的这个盐酥鸡啊 口感真的是非常的酥脆 表面一点都不油腻 而且最关键 你来看啊 这个方法呢 它一点都不吸油 你看我们正反面都已经炸制焦黄了 对不对啊 每一个肉都没有生肉漏在外面 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就可以转移到空气炸锅去了 整个这个过程不超过一分钟啊 热火热油 很快的正反两面就已经焦了 现在就是这个鸡肉块的中间 也许还没有熟透 我们把它移至空气炸锅 其实呢这个时候你看我的锅底啊 还有很多的油 虽然我只用了平时炒菜油 二倍的量 但实质上炸完之后 还能再剩一小半油 所以呢 这个盐酥鸡的做法是非常省油的 而且很健康啊 我们经过空气炸锅呢 再来炸个10分钟到15分钟 开360华摄氏度就可以了 中途呢 我们要把它拿出来颠一颠 或者呢 你拿这个夹子把它翻个面 让每一块都受热均匀 炸至表面金黄就可以盒盘拖出了 我们来看 我今天用的我要澄清一下 这是烘焙纸 并不是报纸 以前我用这个的时候 很多网友说用报纸不干净啊 我要再次澄清这是烘焙纸 这是实用级别的烘焙纸 我们把鸡块倒出来啊 全部都撒满盘子 你看满满这么一大堆鸡块 我们只用了那么一点点油 而且我的空气炸锅里面 还又渗出了很多油 这个盐酥鸡的表面非常的干爽 绝对的不油腻 而且呢 如果你觉得口味想再调整 放辣椒粉啊 或者是椒盐粉啊 或者甚至是梅子粉都可以 关键是这个做法呢 它整个这个鸡肉 真的是做到外酥里嫩 中间非常多的汁水 口感非常非常的好 绝对不夸张 这些鸡肉 可不可以 但这些鸡肉 可不可以 谢谢大家